第十五章 激战 巨大乌贼犬 牧送狼群们踏上龟城后,我也开始准备自己的钓鱼计划。 我从树林中找到几根长渡和粗细适中的树枝带回农舍中。 它们留下来的物资中有一把开山刀,正好是我需要的。 我使用开山刀,小心翼翼地将树枝尖端消息,便完成一把简易长矛。 我拿起来,往空中突刺几下,树枝的硬度不错,不会再次处瞬间让毛绳抖动,感觉还行,于是便制作了三把。 接下来,我带着三把长矛以及装鱼用的洒水壶便飞向空中,前往树林里位于山脚下的那条河流。 这条河流是庄园后面那条小溪的分支,如果顺流而上,就可以回到庄园。 我顺流而下,最终来到一片湖泊。 湖水静谧如镜,平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中。 微风轻浮,湖面泛起涟漪,湖岸上绿叶摇曳。 景色犹如一幅天然的画卷,令人陶醉。 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映照着蓝天的湖面,呈现出一片闪烁的金黄。 湖的彼岸,绵延的山峰,在远处处立,宛如威乐的守护者,为湖水增添了一份壮丽和宏伟。 因为我的到来,岸边水鸟鸦鸦飞起,降落在湖中小岛上。 我沿着岸边走着,清澈的湖面,让水底的鱼儿清晰可见。 因为我没有钓具,需要走进水中,才能使用鱼叉。 因此,我慢慢地踏进湖中,直到水面没过我的小腿,才停下。 湖水很冰凉,被水沾湿的毛皮和尾巴,感觉有些不舒服。 为了让受惊吓的鱼群靠近,我闭上双眼,站在水中,一动也不动,尽量除去自己的气息。 索性,身为教授的我,非常容易做到这一点。 不久后,我感觉到鱼儿在小腿附近游过,便睁开眼,鱼群的游动清晰可见,锁定住目标后,一毛刺下。 起初还不是很顺利,因为光线折射的关系,长毛刺下的地方,实际上是空无一物。 我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感觉,终于在黄昏前,抓到了满满一桶的鱼。 其中最大的有两条大马哈鱼,长度都在70厘米以上,此外还有几条尊鱼和塔鱼。 以第一次插鱼来说,可算是大丰收了。 我在天黑之前,提着一包装着三大块肉块的塑料袋,以及满满一桶的鱼货,来到了实验室。 不过,这次在门口大厅迎接我的,居然是喵刷小马,而不是怪博士。 和上次见面是不同,小马身上已长满了柔顺的灰毛,耳朵上,脸颊两侧,手臂上的黑色虎纹,颜色更深更显目。 什么风又把你吹回来了? 好久不见,小马。 有很久吗?我昨天清晨才和你们道别的不是吗? 大概,因为你样子变了,所以才有很久不见的错觉吧。这样更可爱了呢。 谢谢,我很感谢博士为我做的改造,我终于也可以毛茸茸了。 对了,博士在吗?我带来一些礼物要送给他,当然,也有送你的哦。 你说的礼物,该不会是鲑鱼吧?我闻到了哦。 我们有狩猎到一些新鲜的鹿肉,想分一些给博士,然后我想你应该比较喜欢吃鱼,所以钓了一些。 我很开心呢,库房的鱼罐头很久以前就吃完了,平时想吃鱼,只有味道很奇怪的基因改造焦鱼,很久没吃真正的鱼了呢。 博士在里面,我带你进去吧。 于是,小妈领着我,来到一间像是休息室的地方。 这里相当杂乱,博士坐在桌前打着报告,桌上堆满杂乱的文件,附近隔板墙旁有一个像是简易厨房的地方,那里倒是整理得相当干净。 小教授,来找我有事吗? 我们队伍中,多了几只黑骄狼幼崽,因为需要提供他们充足的能量,所以去列了一头路。 因为肉很多,您说想分一些给博士,让你补补身体。 克林也算是有心了,回去的时候,替我感谢的,先放在冰箱里吧。 博士,沃雷卡还有送我们一些新鲜的鱼,你想不想喝一汤呢?我可以帮你煮一锅。 鱼你就留着吃吧,我有肉吃就可以了。 对了,小教授,外面天都黑了,你应该会留下来过夜吧,我请小马帮你准备房间。 好,那就有劳了。 这样就没了吗? 虽然知道,博士很有可能已经知道幼崽的事,但反应也太平淡了吧。 虽然博士知道幼崽存在也没别的意见,算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但这样一来,我就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测了。 那个博士,关于养育幼崽的事,你有什么建议吗? 博士没有立刻回话,也没有转过身,而是沉默了一阵子,才开口道。 你的意图太明显了,小教授。 别小看大人哪。 博士,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从你们的对话中,就知道你已经起义心了,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好吗? 我最讨厌像你这种直觉敏锐的小鬼了。 你这是坦诚吗? 我会跟你说这些,代表不怕你知道。 既然你爱玩推理游戏,那我就送你一句推理名言吧。 排除一切不可能,剩下的不管在离奇,也必然是事实。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觉得,我莫许你们离开,在外扩展族群,是在害你们吗? 不是。 那你觉得,我这几年来,为了让人类文明得以延续,为了让精英们能快速掌握可用资源,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在害他们吗? 当然不是。 那就对了,既然我不与两边为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只是奉命行事,上层要求我做什么,我就怎么做,没有告知你的义务。 如果你还想玩推理游戏,就努力想破头,自己找出答案吧。 算了,这事我也不想再深究了,反正我早就判断,博士不可能害我们。 而且,这个人总是有办法短短几句话,就让人充满罪恶感,我再继续钻牛脚尖的话,就太不识去了。 我知道博士,你有多么重视教授们的权益,也知道博士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 我只是好奇心比较旺盛而已,无意冒犯,抱歉。 没什么,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吧,如果不想节外生枝的话,最好也别和你的兽人同伴提起。 所以,两位适合好了吗?太好了,大家要和睦相处哟。 小马,我们只是在沟通而已,没有吵架,你快点趁鱼还新鲜,多吃几条吧。 那么,我想跟好闺蜜一起分享美食,我可以带沃雷卡一起去吗? 我不太建议你,带一只黑胶兽到白胶兽的底盘去。 放心啦,博士,只要不下水,就不会有事的。 而且,克拉他很乖,也很聪明的,最近会说的单字也越来越多了呢。 如果你的黑胶朋友不害怕,我也没意见,你们想去就去吧。 那么,沃雷卡,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总觉得好像是很不妙的地方,不过如果小马觉得不会有事,那我当然没问题。 那还等什么,我们出发吧。 于是,小马就拉着我的爪子,离开休息室。 一路上,小马带我去的地方,白胶的味道越来越浓,最后进了一具电梯,小马按了地下二楼的按钮。 你刚才提到的克拉,是你的好朋友吗? 对呀,我跟他感情很好,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是他陪伴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度过的。 他也是一只喵沙吗? 他是一只乌贼犬,是当时和我一起来接受实验的授权同好,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帮他取名为克拉。 虽然到现在,他仍然没有想起以前的事呢,但是他很聪明,已经会说一些简单的语言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 那里是地下水池,原本是下水道,但现在已经封锁对外的水路,变成水生浇寿的天堂了。 放心,只要你不掉到水里,就不会有事的。 而且,白胶跟黑胶也不是那么水火不容,只要你不去冒犯它们,不会一见面就打起来的。 如果我真的不小心掉到水里,你可要帮我求求情啊。 你不是会飞吗?还需要我救啊? 哈哈,也对。 不久后,电梯的门打开了,前所未闻的浓烈白胶位,夹杂着些许与腥味,扑鼻而来。 我们穿过几个走廊后,小马将门一打开,一幅宛如水上乐园的画面,映入眼帘。 这个空间非常大,虽然是地下二楼,但与地下一楼是打通的,除了两侧有站立的平台,中间水池住满清澈的水源,深不见底。 水面上漂浮着为数众多的,白色的,毛茸茸的,带有触手的乌贼犬,它们多半只露出一颗头在水面上,正在打闹嘻嘻。 乌贼犬的眼睛是纯黑色的,只有瞳孔为白色,看上去有些邪气,却也不失可爱。 每只乌贼犬都拥有一对或二对的前爪,以及二对触手,它们爪子上和触手上也长着黑色的肉垫。 克拉,我在这边哦。 小马对着其中一只体型稍大的乌贼犬,挥了挥爪子。 小马来,小马来,克拉,高兴。 被称为克拉的乌贼犬,兴奋地游了过来,它在岸边亭下,伸出触手,不断地抚摸着小马的尾巴。 克拉,你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来给你,是真正的鱼哦。 鱼? 克拉? 喜欢。 喵莎小马从桶中拿出二条大马哈鱼,将其中一条递给乌贼犬克拉。 克拉举起四只爪子中的其中两只爪子接过,几乎是同一时间和小马一起将鱼塞入嘴中。 好鲜甜呢,而且油花饱满,真好吃呢。谢谢你,沃雷卡。 看你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很高兴。 克拉,他叫做沃雷卡,鱼就是他送我们的哦,你念念看他的名字,沃雷卡。 乌贼犬克拉转头看着我,却一语不发,我甚至在他眼中感受到唏许敌意。 他可能怕生吧,不如你拿一条鱼为他试试。 好的,我试试。于是,我照着小马的指示,拿出一条合尊,递到克拉面前。 就在这时,突然有一道,白影一闪而过。 克拉挥出他的触手,重重地拍在那条鱼上。 克拉突然面露凶光,他将上半身浮出水面,张开他的四只前掌和触手,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怪叫。 不好,他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霍雷卡,我们先离开。 小马拉着我就要往附近的铁门离开,我们朝门口跑去,却在这时,一团巨大的黑色粘液朝门口舍去,像是一团江湖一样,降门封住。 那是克拉吐出来的,像是墨汁一样的粘胶。 快,把它清除掉,我们离开这里。 小马慌张地跑到门边,奋力地拔出粘胶,而我也立刻上前帮忙,却在此时发现,池子中许多乌贼犬都往我们这里靠过来。 不对,正确来说,是朝克拉的方向靠拢,而且,他们一只只不断融合进克拉的身体,眼前的乌贼犬像是充气一样,不断膨胀,变大。 不出几秒钟的时间,克拉的在水面上的高度,已比我高出六倍左右,炎然像只庞然巨兽。 一只巨大的触手突然伸出,一圈圈地缠绕住小马,将它抓进水中。 小马。 克拉,快助手,我不喜欢这样。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又有一个巨大触手,由上而下,朝我拍胆来。 我一时来不及反应,就这样被拍成一摊粘液。 虽然这一下没有破坏我的核心,但巨大的冲击仍然让我差点湿了身。 我很快又恢复拟胎,而且为了提高机动力,将翅膀也一并拟胎出来。 我发现核心似乎有些受损,面具上出现细微的裂痕。 如果再来一下,我恐怕小命不保。 该死的,这只巫贼犬没事,突然发什么疯。 而且,为什么一样是年交? 它可以将我拍散,而它的出手一点事也没有。 难道是,飞牛顿流体? 白狼,抢走。 小马,黑狼,也抢走。 小马,白狼,黑狼,坏。 黑狼,生气。 黑狼指的是我,那白狼,指的是博士吗? 我懂了,他一定是认为,我们把小马带离开他身边,所以才会不爽。 但这样就要大动干戈,不至于吧。 克拉,你不要这样,不要攻击他。 克拉举起一只爪子,用力朝我垂下。 我很快向一旁跳开,这一下用力之猛,地下室的墙面摇晃了一下。 天花板上许多灰尘和泥沙缓缓掉落,而我还没落地,又看见一根触手朝我回来,我只好拍动翅膀,爬上高度闪了过去。 可恶,我有办法打败他吗? 先不说体型差异,他有四只爪子,三只触手,可以同时攻击,我光是闪躲就耗尽能量了。 原来普罗说过,一群白胶会变很强,就是这个意思吗? 又有一根触手朝我袭来,我地上飞行高度闪过,又见克拉伸出爪子,要将我抓住。 我的头已经顶到天花板了,但看来仍然在克拉的射程之内。 我抓住天花板的管道,将脚爪用力朝天花板一灯,闪过了他这一爪。 怎料这时,背后传来一股冲击,一只触手从我的死角将我拍中。 这一下虽然没有伤到核心,却令我耗费大量能量,我意识到无法继续在空中打之久战,便落到地上,背部靠墙,全身灌注,观察敌人的攻势。 可是,我仍然没有任何办法,难道真的掉命丧于此吗? 巨大雾贼全面露邪恶的笑容,他的视线伴随着死亡气息朝我一面扑来。 普罗,对不起,我可能没办法继续陪着你,完成梦想了。 就在这时,空中传来了博士的声音。 小教授,我准备发射电击枪,你离地面远一点。 博士透过广播喊话,我看到远处天花板,有个像是电子炮的巨型枪械,枪口对准克拉,正在汇聚能量。 等等,博士,这样也会伤到小马的。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有空管别人。 克拉举起一只爪子,奋力朝我垂下,我尽量以最小的距离躲开这一击。 天花板传来奇怪的声音,有几个管道松动,掉落下来。 就在这时,我发现巨大乌贼犬靠近水面的那只爪子,向右比划了一下。 而这时,立刻有根触手,由左而右,朝我回来。 我再次有惊无险地闪过。 我懂了,这只巨大的乌贼犬,是由无数只白教授组合而成的。 这么多个体,同时融合在一起,行动一定很难一致。 而靠近水面的那只爪子,就是像指挥塔一样的存在。 所以,我只要看清那只爪子的动作,就能预先知道对方攻势了。 指挥用的爪子,突然握拳,此时负责攻击的那只爪子,朝我回来一拳。 指挥塔随时比个朝左的动作,一只触手立刻由右而左挥了过来。 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因为已经知道对方的攻击,这回我很容易就能闪开。 博士,我好像知道该怎么打败他了,给我一次机会。 对,如果我失败了,你再开枪。 指挥塔比了一个朝下的手势,立刻有一只触手由上而下,向我拍击。 就在这时,我看见地上有个原本不存在那的东西。 那是一片金属板,因为乌贼犬攻击引起的震动,从天花板掉下来的。 我向那块金属板扑去,同时躲开触手的拍击,随后捡起金属板,高举过头,向那只触手劈去。 触手背着一下,硬生生地砍了下来。 巨大乌贼犬收回断掉的触手,却又见年夜朝断之汇聚,马上又长出全新的触手。 我当然知道触手会恢复,因为就算是我的爪子被切断,我也同样能办到那种事。 我的目标当然不仅于此,而是地上那团被切下来的触手,此时已经解除拟态,变成一团白胶。 我连滚带爬的,跑到那团白胶旁边,一找捧起,就往嘴边靠,用力一吸,将白胶全吸进肚里。 哇靠,这也太难吃了,我感觉好像在吃一根融化的蜡烛。 不过,现在可管不了这些了,我必须快点补充能量。 持续躲过几根触手攻击后,我又有了飞行的能量。 于是我再度起飞,同时心中已经盘算好,该如何对付这只巨大乌贼犬。 我开始在克拉的头部附近盘旋,知道他是怎么发起禁物后,我已经不用担心被偷袭了,因此所有的攻击,只要是在空中,我都有信心能闪过,他是不可能再碰到我一下了。 终于,我在非常靠近他头部的时候,躲过一根触手挥击,而那根触手,就这么拍在他自己的脸上。 巨大乌贼犬,露出痛苦的表情,突然间,像是崩坏一样,凶狠的外观消失了, 分散成数十只正常尺寸的乌贼犬,哭着从那座粘胶山滚落而下。 失去束缚的小马,此时正面无力地靠在岸边,艰难地准备爬上岸。 我立刻飞到小马身旁降落,拉起他的爪子,立刻往出口跑去。 对不起,让你遇到这种事,我没想到他会这样。 不用道歉,反正我也没事,先从这边出去再说吧。 由于没有乌贼犬的干扰,我们没花多少时间,就清除门边的粘胶。 穿过那扇门,并将门紧紧盖上后,我顿时觉得一阵无力感熄来,身上的黑胶泥毛开始变得粘稠, 我几乎耗尽了能量,此时只能贪软坐在地上。 而小马则是卷缩着身子,抱着自己的大腿,将头是麦其中,好像在哭泣。 突然,附近有一扇门打开了,博士从里面走出来,不断拍击着他的双掌。 令我大开眼界了,小教授,才两天时间,你居然能掌握如此精湛的飞行技巧。 还有,你的智慧与勇气,也非同巧可,卡雷以后,不能再叫你们失败样本了。 那只乌贼犬,你会把它怎么样吗? 你希望我把它怎么样吗? 我希望你能放过它,它只是希望能把小马留在身边而已。 放心吧,我也知道这件事的起因,只要我们不要出现在它面前,它就只是一只乖巧可爱的乌贼犬。 博士,对不起,我应该听你劝告,不要带沃雷塔过来的。 今天发生这事,也不全是坏事,乌贼犬进行如此大规模地融合,这是头一遭,我也得到宝贵的研究资料。 别哭了,你们两个都快去休息吧。 博士转身离去,身影消失在转角处。 此时无声声有声,我轻轻地抚摸着小马的头,安抚着他。 过一阵子,他像是哭泪了,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不久后便睡着了。 今晚发生的事,我现在想想都后怕,不过能换来如此宝贵的一刻,一切都值得了。